这是一部临时影片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临时影片有什么爆点啊 还是觉得影片里面有YBB啊 还是 零上镜啊 咖啼大那一些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些东西不值得去关注 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的确诊病例 也从4000多 变去了6000多 直逼7000 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是8000多 9000多 甚至是突破10000 其实我很想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人不懂的自律 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这一个东西很老掉牙 可能趁热度还是什么 我老实跟你们讲啦 我本身也是有副业 而我的副业是 山庄的Agent 就也是哪一个经验 然后我也从我身边很多 庄的Agent Partner 知道很多事情 也是关系到Covid的事情 我现在才知道 那一些重Covid的尸体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处理的 我就觉得 真的很悲惨 据我所知啦 每当有Covid的 Case的那一些大体啊 都是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处理方式 在我讲这特殊的处理方式之前 我想要给你们讲 据我所知道的是啦 每天 都可以接到差不多五六单 关系到Covid 而过世的那一些 大体 的那些Case 他们怎么样处理那些大体 就是在停死房那一边 就通知那一个相关家属 就讲 就某某某你的 亲人 因为Covid 过世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处理那个尸体 你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认识的 因为 这个尸体还存在着 这个Covid的 病毒 还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用特殊的方式 来去处理这个大体 他们会先 用一层白布 把这个大体给包起来 包起来了过后 裹一层尸袋 消毒一变了过后 再裹第二层尸袋 再消毒一变裹 第三层尸袋 在消毒了过后 才把他 放进棺木里面 你知不知道 放进棺木吗 我们每次如果以我们华人的习俗来讲 大链小链 都会放很多陪葬品啊 化妆化美美啊 穿衣服穿美美 可是 如果你的亲人是Covid过世的话 基本上 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也就是讲 打包好了 放进棺木里面 盖 好了 而且那个棺木 还会被保鲜膜包到很多层 然后你们根本基本上是不用去 停丝啊 办伤室啊那些的 根本不用 一切的东西等到你 亲人的大体 火化了过后 你们才可以做 而你们火化 你们也不可以 站在这个火化炉的前面送别你们的亲人 你们是站在离火化炉的距离 好像没有记错是5m还是10m里面 几乎可以讲是在火化厂的门口送别 你根本没有办法参与 你们觉得 这个病毒是开玩笑的吗 我可以跟你们讲 不认为 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东西 你们认为是假的吗 作戏的吗 我根本都不这样认为 我甚至我还刚刚看到 有一些人 就是他们的亲人 就是他的爸爸中了COVID 已经不行了 是用什么方式 来看他最后一面 video call video call 想象一下 一个人已经中了COVID 可能他已经 独马了 没有意思了 只剩下一点点的生命迹象 然后 也不知道会不会听到 亲人的 对他的呐喊 送别 最后一面 你甚至连 待在他身边的机会 都没有了那一种 你知道 当时我看到这个影片 我极心酸吗 就算他不是我的亲人的话 我都会觉得 如果这一个东西 发生在我周边亲人身上的话 要怎么办 可能这些事情 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don't care 但是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在 别人的身上了 如果你们再不自力的话 总有一天 还是会发生在 你们身上 不是我要诅咒你们 因为这个东西太恐怖了 你们不觉得吗 变种病毒啊 现在 透过攻击传染了 你们认为 现在还很安全 像当初的COVID这样子 我甚至我还听不到 我的老家 马波传来很恐怖的东西 我老家有一间 Supermarket 叫Witex 里面有一间 传出员工确诊 整间 关掉 我老家 马波福利部 也有人确诊 差不多10到20个这样 也整间关掉 我老家 马波市议会 MBM 讲是讲100个人中 可是 MBM的官员自己 透露了内幕消息是讲 几乎整个MBM的 行政人员都中完了 我不懂是真是假 但是我觉得他是真 你们看每天那一个数据啦 你觉得政府的数据可以相信吗 据我所知的是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父母是做兵仪馆的 他们都讲没有看过他们的父母这样忙 一天收10具尸体 关系到COVID的 全部关系到COVID的喔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们还认为我们现在周遭的环境很安全 我甚至我还看到有一则新闻他是讲什么 他是讲因为这一场COVID 他们一家七口 已经有三个人因为COVID的去世 所以你还觉得我们的处境很安全吗 为什么你们还要乱乱跑 OK有些人可能是讲工作 Work for home不可以吗 这些大企业老板 经济这样重要吗 人命不重要啊 你们要你们的员工死吗 人家也是有家庭的 钱就是那么重要吗 钱和人命哪一个更加重要 你没有命你要怎么样赚钱 可能我会得罪一些大企业 可是这是事实 可能你们会讲 如果真的是把这个东西给停止运作的话 经济损失会影响 那么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你再不停止的话 迟早有一天马来西亚会变成印度这样子 你就会看到 在路边烧尸体啊那种场景 你信吗 台湾啊 一天 暴增30多个case 台湾人民都已经自动的 不要出门在家 隔离 台湾没有宣布封城喔 啊 先讲好台湾没有宣布封城 可是台湾人民自觉 他们有自律 他们躲在家里面 他们已经有自觉到这个病毒太厉害了 但是我们每些人呢 每天还在那边到处乱跑 你要讲买生活必需品 为什么我还看到好像有人手牵手 过去买生活必需品呢 一个人去不就好咯 OK我也是有出门 但是我出门拍片 半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还 全身进行了一些消毒 虽然讲我有疫苗但是这次是变种病毒 不见得我身上的疫苗有用的 我也是做好防疫措施 我也是做好SOP 就已经做足了很多功夫 我们才敢去拍片 而且我们出门拍片我们也没有讲很久了 一下子好刷 走了 不要留太久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到我的影片啊 就 很像没有什么这样子 其实老实讲我也很想发挥但是 没有办法 现在是非常时期 难道你还想要死更多人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啊就 自律一点啊 我们政府已经够烂了 现在只有自救 才可以救到自己 不然的话 刚刚我上面所讲到的东西啊 都会依依实现在你们的身上 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厌烦啊 不想活了啊 你们就继续 你们继续以外 不要出去外面害人 OK 很多人还想要活着的 不要出来害人 OK你们这些人不要出来害人了 真的 找你啊 找你啊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weekly case 可以讲可以fight过印度了 我们已经在全球第2名了 每周确诊人数暴整 可以真的是放在第2名了 你们还想要怎么样 不知觉一点 钱有那么重要吗 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没有 哈 咯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